刚刚说到了台积电今天杀尾盘 主要是市场担心今天下午的法说会 可能对于产业前景的说法 真的要修正 果然是不再嘴硬了 松口调降资本支出了 那刚刚也提到了 这之前呢 陆行之分析师就一直告诉台积电 要说就早点说 说头一刀伸头一刀 那现在呢直接说 也许利空可以早一点出进 现在看起来降了资本支出 还有包括现在也调整库存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都已经浮现 真的利空出进的时刻点到了呢 这是不是重要的指标呢 我们看今天台积电的股价震荡拉回 从这波高点修正下跌拉回 今年以来从688块的高点 跌到今天剩下395块 这修正幅度超过了有40%以上的修正幅度 但是如果以ADR的表现来说 它的ADR跌幅更大 超过了五成 几乎是腰斩一半 所以我们看起来呢 台积电真的是在今年外资卖的凶 锁定的指标 锁定的提款机 今天台积电的法说会最新消息 大家在问他 那你要不要自救啊 要不要实施库存股啊 台积电说 目前没有实施库存股的计划 现在股民只好自己等着看台积电 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直稳直跌了 他说现金是要用在投资的 目前不会拿来买股票 这是台积电今天最新的说法 但是刚刚我们提到陆行之的说法说 现在资本支出砍了调降了产能力用率 才是利空出境的指标 那对台积电来讲 压力到现在是跌到利空出境的点吗 台积电有大咖噪 有国家基金在帮忙雇 所以是不是在这时候 真的不用看他再跌 会再跌到哪里去 国安家金金会持续互盘 但是现在怕的是什么 是细制裁 是台积电的相关设备股 看一看这些个股 最近下跌的幅度很重 创意这几天下跌 光是三天下跌幅度 就把前几个月的涨点都吐光光了 三天就跌光 前几个月的上涨幅度了 另外什么光照 精彩 下一页 星云 樊轩 甚至包括中沙 很多个股日K连黑 都还在续跌当中 好 请教顾总怎么看待 今天法术会的说法 到底对台积电来讲 有没有大咖噪 算不算有可能利空出境 那现在要怕的是 这些细制裁 这些所谓的设备股 可能还跌不完吗 我想就台积电来讲 它确实有大咖噪 但是它短线上 在今天财报你看到 第三季赚2808亿 平均每一天 开门就赚3.12亿 这个财报非常亮丽 所以我们认为短线上 它一定会有个利多反弹 可是在这个阶段 重点可能不在这 因为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它在大咖的部分 造的部分 我们单看这个问题所在 是在美国 美国这个净空令 对中国大陆晶片的净空令 它会造成什么 它会冲击到全世界 每一个相关的产业 那因为 为什么会冲击到 全世界每一个相关产业 因为中国大陆毕竟 它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体 很多的这些相关产业 它都是要在中国大陆 发展这些半导体设备 用以它赚钱来维持它的经济跟生计 所以在这些会冲击到很多人 因此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觉得重点是看什么 接下来美国的动作 如果美国立功再出来 我想一定会影响到他们 那至于说 在所谓矽智财跟设备股部分 它就没有这些大咖在造的时候 它很麻烦是说 因为美国限制晶片 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矽智财本身最重要的是 在人工智慧跟高效运算那部分 那部分会影响冲击到 它很大的业绩 被限制的地方 对 会很大业绩 那再加上设备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说 在今天它调降设备财本支出 10% 那是不是设备股相对的会做 10%的修正 我们不敢这么说 可是市场就会有这种心理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台积键在短信上 我认为我的看法跟现成一样 要不要翻多先看五日均线 但是以中长期来角度来讲 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限制 晶片的禁令 后面的动作 我觉得会影响到比较大 好 所以你觉得台积电反而有机会强短 但是那些设备股 那些细致材 现在不要接刀子 跌到这里都不能接 我觉得细致材的部分 真的要等它跌到三天不见低 你才有办法去强短 那台积电本身 我觉得这个明天可能会短线开高 可是各位如果低点你买到 没有买到人开高也不要追 因为距离五日均线也维持不远 因为五日均线它下跌的速度 会因为一直在扣底低档的位置 所以它速度会很快 比如说今天可能416 明天一开盘可能就在410 或是407附近 接近五日均 所以你去太高去抢空间也不大 好 这是我们看到台积电 跟设备厂的部分 但是刚刚顾总讲的一个重点 问题不在台积电的法说会 前景的报告 现在是美国晶片法案的问题了 晶片法案今天给了一个禁令 但是又传出这两天说开后门 开什么后门呢 昨天我们还听到 对于三星海力士 做了一点豁免一年的这种宽限 那大家在想怎么没有台湾 果然今天从日经新闻的报道当中 就说到了台积电也获得了豁免 而且台积电今天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台积电今天证实南京厂的1628奈米 获得美国一年的授权许可 还可以继续供货给南京厂一年豁免 但是台积电因此就可以安心了吗 这怎么看呢 立刻请世音上来告诉大家 说到这件事情就来看看 昨天三星海力士豁免一年 今天台积电证实豁免一年 但是台积电去年的收入 大概有10%是来自于中国 这只是豁免一年 之后可能还是要实施 所以这10%的收入 未来会不会大受影响 再来AI跟超级电脑的GPU占总收入很少 所以有人认为影响不大 但如果禁令扩大 扩及到了资料中心的晶片 那冲击就是5%以上 你觉得这可不可能 我们先看这个会不会影响 超过10%来自中国 其实我记得不久之前 大概一年多前 两年前 其实中国占台积电营收 大概是20% 那两年而已就降到10%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两年台积电的营收 有因此受影响吗 好像没有很大 那再加上说 我们要看清楚美国的禁令 它禁的是14、16奈米以内 以下 就比较先进的制程 那换言之剩下来这10% 我在判断应该都是16、28以上 就是南京厂的那些 对 就比较不是美国禁令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接下来影响 会不会说 从10%变5% 5%剩1% 应该是不太至于 除非说这个发生战争 那至于说这个超级电脑 这个倒是对的 因为这个占它的收入 本来就不是很高 所以应该影响也不大 但是这一点倒是要注意 如果禁令扩大到这个资料中心的CPU GPU的话 这就影响大了 对那可能会影响 但是会真的影响到5%吗 我倒是怀疑了 会影响 但是不见得会真的影响到这么多了 这是我们看到 今天怎么看待台积电这件事情 尤其获得了豁免一年 至少跟三星海力士一样 但是美国这么做 是不是更明确的强惑 韩国跟台湾厂商 加入美国四方联盟 我们就是积极一起要围堵中国的做大 现在对中国晶片的禁令 至少开了一个豁免 对于台湾厂商跟韩国厂商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冲击发酵了 发酵在美国股市科技股重跌压力很大 还有包括传出三家美商 暂停大陆业务 还要撤离长江存储驻厨的员工 现在看起来好像连有些美国级的员工 也不能帮这个中国大陆做事 对不只是美国员工 你是华一的 拿美国的护照的 可能也不行 对那像这个艾斯摩尔 他其实是荷兰厂商 但是因为他有用到美国的技术 所以他要求说这些美级的员工 停止为中国的客户提供服务 那人侧走 其实这还是一回事 比较麻烦是怕之后维修的零件拿不到 那变成说你纵使有机台 可能也没办法运作 那另外看到说应用材料 这样裁测 那这个会影响他4亿美元 这是一定的嘛 因为这个中国很多半导体 都跟美国拿的嘛 那这个英特尔裁员千人 那要区隔这个晶片设计跟制造业务 对台积电会不会有影响 我知道大家想问这个 那这个影响其实是会有啦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你要去把它釐清 因为过去英特尔就是坚持说我自己的晶片自己做 可是就因为这个迷思导致说他被AMD被超为赶过去 因为人家超为就是我专门给台积电做 那你英特尔为什么制造的业务发展不起来 因为你自己也做晶片啊 那我AMD我把我的晶片给你做 搞不好被你把这个秘密学走嘛 所以他现在把它拆开 就是说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我放下我自己的这个尊严 就是说我也可以帮我的敌人做代工 那一方面我也练兵嘛 看可不可以把这个制造业务拉起来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我把设计跟制造分开 我才知道说我到底公司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是设计出的问题 还是制造这边跟不上来 才能去做灵活的调整 那对台积电会不会有影响 短期内还不会啦 因为一个半导体一个制造的人才的培养 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培养 因为有人说他这样的做 是为了他想学台积电 他想做更纯的晶圆代工 但是呢会不会对台积电有排挤影响 但是短时间来讲应该达不到 而且他还要裁员 还要裁员一千人 传出这个消息 不过英特尔今天没有特别证实说 你月底可能才会出现 这压力大了 现在看起来美国厂商 反而是现在的受害者 导臣一片 这个问题蛮大 但是呢 这最大问题就是美国 直接下了这个晶片禁令 他现在不只是对高阶晶片下禁令 还有很多手段 哪些手段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产业 可能要小心 对我们延续刚才半导体的 其实半导体要发展起来就三块 人才技术设备 人才研发了技术 然后技术推升了设备的产生 然后设备又在训练人才 所以其实你是缺一不可 那现在美国很明显 他就是针对这三块在打 第一个人才刚才讲 你有美国护照的 你就是选择你要不要持续有美国人的身份 要不然你就干脆留在中国大陆 让你选 第二个就是说禁止相关的技术流入中国 就是从一些实体清单那些的禁令 这边来做管制 那再来就是说禁止这个十六 十四到一六奈米 以内的或者更先进 比如说七奈米 五奈米三奈米设备出口到中国去 那等于说人才也不给你 技术也不给你设备也不给你 那其实中国当然就被掐住了嘛 那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这也是这也是一种战争 我不用真的出兵打仗 我把你中国的科技限制住 那让你的这个经济可能也受影响 你经济受了影响 你没有钱发展军备 那我美国却是一直这个军备一直往上 那差距大了 差越大越不可能产生战争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尽力针对 就是压着中国不让他崛起 那除了半导体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能被禁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光阻剂 光阻剂 对光阻剂 其实你要做一片晶片 中间的工法跟设备有材料 可能好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那光阻剂就是其中一种 那目前百分之九十的半导体光阻剂 目前是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 但目前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麻烦嘛 所以不排除说有没有可能说美国要求这个日本不准给光阻剂 这个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哦 对那你会说那中国我现在就大量采购不好意思 这个光阻剂只能放一年了 一年过后变值了 它也是种化学化学产品就不能用了 那另外光达我们车子的这个光达 或者你手机扫脸的这个光达 目前大部分也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对那如果说他不给中国的话 你的这个无人机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个手机啊 或者是无人载具 就没有办法去扫描嘛 那触觉感测器是什么 机器人嘛 机器人他能抓多精密的东西 跟这个有关 还有高端的轴承钢啊 发动机短舱 发动机短舱就是我飞机 这个下面的这个金翼下面的 那个圆圆的那个东西 那个很难做啊 那个你发动机放在里面 他才等于说是发动机的防止啊 那如果说拿不到的话 哇那中国的航太工业 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那其他像这个射频元件 对或者是水下焊接的这个电源 这个也很重要 你很多水下的工程都要用到 还有高端的电容 这个这些都非常有可能啊 被美国卡脖子 好拿来新的手段 那待会我们就回来讲 那这样的手段情况之下 有可能而且一步一步的 在掐紧中国 但对台湾厂商来讲 到底影响是什么 那我们有没有厂商是受贿的呢 马上回来告诉你